虽然你是中央厨房的出品 用预制品很正常 但是起码食材不能用血肠的吧 这么一个套餐原价还要50块钱 而且团购的优惠价也要29块9 怪不得现在的真功夫在网上的差评真的是满天飞 不得不说真功夫你真的是稳定啊 稳定的出品差价格贵 这个差评真的是没把我整效 吃鸡送鸡毛真的是没谁了 先不管网上的评价吧 现在咱们就来一探究竟 来到的这家是位于中华广场的真功夫分店 这家分店已经开了有17年了 在中华广场这里汇聚了非常多的餐饮 广州的餐饮竞争真的是异常的激烈 虽然现在疫情开放了 但是很多餐饮店都在拍餐饮了 来到这里的时候大约是上午的11点半左右 现在整间店看起来几乎是没有顾客的 相对快餐店而言真功夫在环境方面装修的比较不错 卫生条件方面做的比较整洁 真功夫的创立时间是1990年 自称真的营养专家 创始人是潘鱼海 真功夫的发源地呢在东莞长安 是中国最大的中式快餐连锁企业 原来这么大的一个餐饮品牌啊 现在好像还会因为商标的问题产生纠纷 在这俩我就想知道有多少朋友第一次吃真功夫是因为李小龙的形象 因为商标形象的问题 真功夫就与李小龙之女也相宁产生了纠纷 但貌似到现在啊这个问题好像还是得不到解决 不得不说啊有些擦边球打得可真漂亮 临近中午饭点的时候店里面的随意状况呢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这个时间段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顾客都是老人 至于为什么呢大家继续想一下吧 不得不佩服中央厨房这种预制品的出餐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可以前台点餐也可以烧马下单 记住的模式真的是连服务都整了 可能因为现在的顾客比较少吧 我这一个套餐还不用两分钟呢就可以取餐了 这就是当今中央厨房预制品的速度 点的这一份套餐原价50块钱 要不是因为有团购邮会啊 按原价买这个套餐的话真的是脑子进水了 卫生条件方面做的还算比较标准 菜品呢都是事先在蒸炉里面做好的 且不说味道吧单看食材就知道它不够新鲜 这个汤是套餐里面搭配的 主要有萝卜玉米还有猪骨 看到这个浮沫能断定它是圆中蒸出来的 喝起来味道比较清淡 这一份汤只能说中规中矩 食材方面就不用说了百分之一百的冰鲜骨 而且很多用的都是碎骨来的 汤品的水准跟七十二节的差不多 这一份蒸蛋也是套餐里面搭配的 有一缩一啊朋友们蒸蛋呢做的比较不错 蛋味比较香浓口感方面也比较滑嫩 如果这一份蒸蛋可以再稠一点呢那就比较优秀了 在里面加了一些瘦肉 所以整体的味道吃起来还会有一点鲜甜 滑稽啊一眼冰鲜食材 而且我感觉放了有点久 跟它的做法应该没有太大关系 这个肉质呢是碎烂的 吃起来的口感就两个字 柴还有棉 冬菇吃起来味道还算比较香浓 蒸汽跑到了酱汁里面 所以吃起来味道很淡 这个排骨我甚至怀疑它用的不是冰鲜食材 而是雪藏的食材 吃起来的口感非常的糟糕 糟糕的食材再加上蒸的做法 这排骨吃起来的口感是绵烂的 已经吃不出排骨该有的肉香味 这个酱汁的味道真的是拿来拌饭啊 我都嫌它拌 应该有很多蒸汽呢都已经跑到了酱汁里面去了 另外再说一下它的米饭 水用的米还不错 而且采用蒸的做法 很好都保留了米香 而且干湿的状态也比较好 米饭采用蒸的做法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配了一小碟青菜 这个青菜有多廉价呢 就不用我说了 吃起来味道还算比较爽口的 不得不说真功夫是真的够精明了 但你这样的出饼就不要说是才过瘾的天分了 不过也没有全部做得很差 至少在这里还有一些自助的小菜 米饭也可以免费叙加的 但是这个米饭就不是园中蒸的米饭了 虽然说小碟是真的小 但是这些小菜的味道还是比较不错的 纯属于菜品不够小菜来臭了 但是起码还能挽回一点顾客的印象分 要是要花50块钱吃什么一份套餐 除非我拿着进水了吧 不知道吃过的朋友们觉得真功夫怎样 请朋友们弹幕留言发表一下你们的感受 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现在的真功夫顶多勉强只能给他六分了 我不介意你是中央厨房预制品 但是起码食材的质量得把控一下吧 全球华人餐饮连锁 真的不要把脸丢到国外去了 下一期会带朋友们去探店 被很多网友捧的比较高的博多仪星色 看一下浴室餐饮连锁品牌在中国 又是如何割韭菜的 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叫我关注 留意下期的视频了 最后朋友们别忘了一间三连 我是大兵 咱们下期见 拜拜